民眾打疫苗以為能脫離疫情苦海 想都想不到接種站 居然成了病毒傳播溫床 日本近鋼線一處老人中心 集體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 反而釀出群聚感染 五人中招 由於疫苗原理是注射微弱病毒 到體內激起免疫反應 第一劑打下去後 是免疫系統最脆弱的時候 國外更有研究顯示 新冠疫苗在第一劑與第二劑 接隔的28天之內保護力只有3% 意味著只接種第一劑疫苗的染疫風險 幾乎等同未接種 而目前日本1800多萬人 已接種第一劑 繼長者優先施打後 16號開放64歲以下民眾預約 17號就能施打 超前進度理由是疫苗過剩 年輕人接種疫苗 竟比老人低 東京規模最大的接種站 疫苗庫存就多達8萬5000多劑 就怕再擺下去過期 至於南韓也爆出離譜打苗失誤 南韓大邱醫院傳出 湊江食鹽水 當疫苗打到6名士兵身上 事後卻找不出到底是誰打錯疫苗 因此建議同一批施打的21人 通通重打 讓阿斌哥怒嗆 短時間內打兩劑疫苗 難道就沒風險 記者 綜合報導